他在安寧病房的時候 我一邊在準備後事 然後一邊在幫他找 找有沒有醫生願意幫他試試新藥 我是希望說我們可以一起白頭到老 這是場慰愛勇敢的戰役 夏先生 夏太太 每天都會出門散步 一走就是三四萬步 為了運動風雨無阻 過馬路時 我們看到夏先生趕緊牽住老婆 走到對面才放開 流露對太太的在乎和保護 仔細的挑水果 再看看蔬菜是否要補貨 其實夏先生離愛前 夫妻倆在假日最喜歡開著車 全台灣到處玩探訪美食 現在卻回不去了 把各式蔬菜放進果汁機裡 還有豆骨堅果等等 每一種營養都不少 再將食材打成泥 然後濾渣 晚餐才算完成 此時夏先生打赤膊 打開肚子上的味噪楼管 站著用針筒開始灌食 每一餐從準備到吃完 就得花三小時 太太看了很心疼 而她堅強樂觀地跟我們說 夏先生講話吃力 因為做了氣切管 十年前四十五歲時 她罹患舌癌 沒想到一年多後復發 癌細胞更凶猛 又不斷在開刀化療 而化療副作用 在夏先生身上相當強烈 讓她變得很虛弱 腫瘤卻是越長越大 最後又用標靶藥 標靶藥下去一樣 就是邊用藥 腫瘤邊在長大 然後長到後來就是 腫瘤就包了她頸部的動脈 後來夏先生住進安寧病房 這時有醫生建議她 嘗試免疫治療 但健保規定 在腫瘤上的PD-L1 生物標記表現量 要大於50%才給付 可是夏先生沒到門檻 重擊她的求生意志 媽媽和太太勸她不要放棄 之後籌錢自費做免疫療法 然後一直到用到24期滿了以後 然後我們去照正直 正直攝影 她的身體都沒有腫瘤了 腫瘤消失了 三個禮拜打一次 然後一次要11萬多 為了抗癌花光積蓄 採訪夏太太時 夏先生好幾次拿紙筆表達心情 她寫著 我被困了10年多 傷害已經造成 簡單幾字 是用血淚刻印 從復發了之後 真的我們深深體會到 她被打入的是人間地獄 然後經過了我們這麼努力這麼努力了 她也只提升到人間的監獄 她現在是在做監獄當中 她沒有辦法回到真正的人間 我們是希望說 能夠把心藥放到第一線 跟其他的化療藥什麼都放第一線 然後讓病友能夠多一個選擇 因為最重要的是說 把對人體傷害最小的東西放到前面 手術和化療讓夏先生吞咽 和說話能力受損 以難回到職場 很多病友團體不懂 政府為何讓癌症患者 如神龍市長百草 經歷化療 放療 標靶治療等等 全都失敗 才願意健保給付 免疫新藥 根據統計 2022年 健保藥費支出是2316億 當中癌症用藥402億 而免疫治療的藥費支出 15.3億 才占癌藥的3.8% 跟韓國的12.6% 澳洲的35%相比要低得多 台大醫院癌醫中心分院院長楊智欣 是肺癌治療權威 他說台灣真的不能再落後於 國際治療指引 目前全世界的潮流 都是免疫治療加上化學治療 病用 我們並不是在講說 它可以延長多少時間 其實有一些病人 他是5年後還沒有看到復發的 也就是說 比如說以前第四期的病人 我們認為就不可能把他救活起來 但是10%也是蠻高的吧 他就不會復發呀 最少看到現在5年了 好多研究看起來都是這個樣子的 如果都不提供給病人這個機會的話 那麼顯然我們對於 我們自己的健康投資是不足的 也許我們就是因為這樣就損失掉了很多有勞共能力的一些人口 台灣真的等不起 以肺癌來說多年來是十大癌症死亡率第一名 而肺磷癌是肺癌之王藥物很少 多數晚期患者存活期不到一年 48歲的賴先生四年前 他肺痛了半年 後來就醫確診是肺磷癌第三期 連開刀都不行 只能先放療和化療 但因為化療讓白血球數量掉太多 醫生考量他有商業保險建議做免疫治療 就是免疫打了多久以後 後來就是到了可以開刀的 半年就半年 大概就10到12次 打了10幾次 後來報告可能醫生覺得 可以試去跟外科聊聊看 這些年 爛先生使用免疫藥物恢復不錯 只是兩週一次的療程 看看單詞上的藥價就快15萬 一年得花超過350萬 如果今天沒有三保的話 我也不會選擇 我也不想努力 我跟醫生聊的 醫生是說 其實免疫不應該放在最后線 是應該放在比化療還前面 最好是人口 在用化療的時候 就能搭配免疫 可以的話 其實是最好的效果 那我們現在看到 就是癌友跟新藥的距離 第一個就是說 他等待納寶的時間很長 大概平均要700% 87天 就已經超過兩年了 那這還不包括申請藥證所需要的時間 但是呢 癌友的生命跟時間在賽跑 台灣在整體醫療保健支出呢 我們大概只有6.5%左右 那我們鄰近的日本 他們大概11% 那韓國又花8% 那OECD的國家平均是8.8% 但是我們的6點多% 真正用在健保的 大概只有3.5%左右 台灣平均每4分19秒就有一人離癌 十多個癌症病友團體一直呼籲 希望政府設立 癌症新藥多元支持基金 獨立於健保外 這是參考英國的做法 在癌症新藥納入健保給付前 提供給病人過度型支持 減輕全自費的壓力 和癌友共同負擔 而患者用藥後的療效數據 也能提供健保作為是否要列入給付的參考 讓癌症患者能盡早用新藥 買得起救命藥 更不要因病而平 而健保署在2023年 啟動暫時性支付制度 對於還在臨床實驗階段 但又有迫切需要使用的藥 健保可暫時支付 評估兩年左右 已經核准三款癌藥健保支出8.5億元 並有團體認為利益良善 但是這8.5億是從健保總額8000多億中 19.6億的新藥預算來支付 還是同一包錢 這就可能排擠其他新藥納入健保給付 所以額外挹注才有新出路 組長也是算是蠻支持 就是說癌症新藥多元支持基金 這個獨立於健保這個運作 是一個可行的方式 可行的方式 可以大家因為有其他國家的一些參考的例子 健保也比較辛苦 是不是該漲價 這個是很敏感的問題 在二代健保的精神就是先談支出 就是我們想要買到什麼樣的服務 然後回過來看看這樣要花多少錢 那麼我們的保費變成要繳多少 再來定費率 健保走在改革的十字路口上 而台灣的醫療保健支出低於不少國家 我們要將健康視為一種投資 而不是成本 人人都可能是癌症候選人 別讓癌症海嘯重擊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